这只白猫突然对主人发起攻击 下一秒胳膊上就留下了一道抓痕 然而这已经是他今天第三次受伤了 主人怎么也没想到就因为自己做错了一件事 却被自家的猫咪记恨了两年半 每次主人想要试图靠近猫咪时 小白就会摆出一副警惕的姿态 甚至还时不时发出嘀吼的叫声 可谁能想到这家伙居然有两副面孔了 在父母面前小白又恢复了温顺乖巧的一面 看到这一幕的主人怎么也想不通 明明这只猫是自己从小养大的 怎么现在却翻脸不认人了呢 原来小白曾经是一只流浪猫 几年前被热心的小哥带回家中收养 那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还非常好 因为自己要去外地工作 于是小白便被父母照顾了一段时间 可这次回来后猫咪的态度却发生了360度的转变 看见一旁的母亲在惬意的撸猫 小哥也忍不住想要上前抚摸几下 猫咪回头一看发现是小哥 马上就换了副面孔 似乎在威胁小哥离本渺远一点 主人对此表示很疑惑 小白对家里的人都表现出友好的态度 可唯独对自己像个仇人一样 每次看见父亲和小白亲密的样子 小哥都很羡慕 想当初这种待遇也只有自己才有啊 可现在却只能在一旁默默看呀 为了缓和与小白之间的关系 小哥特意在手臂上涂满了他最喜欢的猫不好 希望这样能够让小白接受自己 一切准备就绪后 小哥试探性的将手伸了过去 结果差点被他咬到 看来小白明显不吃这一趟 接着小哥又端来一盘猫粮讨好他 本以为猫咪已经接受了小哥 可当他想要伸手抚摸时 小白还是明确了自己的态度 这家伙一边吃着小哥手里的猫粮 一边骂骂咧咧 面对小白这番六亲不认的态度 小哥的内心有种莫名的失落感 平时在家里只要从猫咪的身旁经过 小白都会警惕地看着他 显然猫咪对曾经的主人已经失去了信任感 当他坐到父母身边时 小白马上静止地走了过来 然后对着小哥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最后一家人无奈找来了兽医 兽医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 猫咪只针对原主人才有攻击的行为 他询问小哥是否有做过什么 让他感到恐惧的事情 小哥回想之后 最终道出了他们感情破裂的原因 原来之前猫咪被小哥带去做了绝育 可等他从外地回来后 小白对他的态度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兽医表示猫咪或许认为是原主人伤害了他 加上小哥长时间没回来过 因此他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所以一直对小哥记恨在心 医生建议小哥换上父亲的衣服 这样可以通过气味降低他的警惕性 但如果想完全取得小白的谅解 或许还需要小哥在家里多待上一段时间 相信在小哥的不断努力下 他们有意的小船会再次启航 据说如果猫咪知道是主人带他来绝育的 那么小猫就会在心里怨恨主人 对此你怎么看呢